我又穿上了厚厚的浴绒衣 因为今天洛杉矶又开始下雨了 而且是连续好几天的下雨 这个气温呢会在雨季呢骤降 今儿呢其实现在已经开始堵车了 我还是想去苹果店跟苹果店的员工聊一聊 看看能不能聊出一些火花 如果聊不出来的话也是挺无奈的 今天呢有话跟大家聊是关于苹果的 其实我平时的爱好呢除了打篮球 看电影做视频之外呢 也就是逛逛简单的数码店 我不太喜欢衣服之类的 但每次呢去苹果店总是会感觉到挺有意思的 虽然说不是每次去都要去购物 但是能够在店里去感受那种购物的氛围 或者说一种期待 因为我每次看到他们很活跃的这种店铺形象呢 让我觉得想来一趟 然后当然可以看到这些美妙的产品 耳机电视iPad Macbook Pro这些东西呢我实际都已经拥有了 但我还是每次都想来看一看 因为苹果店在我心中呢是非常神圣的 在我身后的苹果店呢就是这一家我在这边买的苹果手表4 还有我的iPhone XS Max 就这个 在这边消费呢也挺多的 买了无人机 也买了其他的一些配件 大概今年又消费了有不少钱 其实还是蛮喜欢苹果店 还有苹果这家公司 刚才在里面看到他们在做一些这个 如何用iPhone拍好照片的一个课程 在这边住足听了一会儿 觉得还蛮有意思的 但是后来呢跟他们店员聊了一下之前发生了一些事 让我决定今天跟大家聊一聊我对苹果最近的一点小小的看法 还有对未来的期待 哎呀这个车堵了呀真是 但是呢在聊之前先跟朋友吃个饭 42分钟 有点渴啊来这边喝点东西 然后见见新朋友 但是不知道能不能拍呀 这是个问题啊很恐怖 OK啊今天吃这个面呢还挺好吃的 我下次要进入这个店 但是这家店呢离我特别特别的远 然后我对面做两位朋友 然后让他们做介绍一下 因为他们很害羞 所以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所以 Please introduce yourself One by one One by one Who's first You Hi Who are you Melissa Melissa Yeah 你好 你好 我很好 That's it That's it What do you do Oh yeah OK How about you What What Hi I'm Lissette I'm a pharmacy technician And I love to work out And be an adventurer And do a lot of activities Not bad Not bad Really cool So 他们其实很喜欢吃中餐 所以我们约了一个中餐厅了 他们俩是姐妹 好了 我要继续吃我的面 OK 一顿饭吃了太久了各位 我得赶紧回家说我们今天事了 上厕所 首先呢我是非常喜欢交心的朋友的 然后顺便呢能够把自己的口语练一练 其实在美国生活这么多天之后呢 我会觉得 走错路了走错路了 我会觉得其实 有的时候一个地方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认识的人是什么样的人 而今天认识的这两个朋友呢 哇 刷新我的三观 真的很 很好 在我身后的MacBook Pro呢 是我基本上现在用的笔记本当中工作100%用到的电脑 然后其次是旁边的雷蛇 OK 在选用笔记本方面呢 我是非常信任苹果的 而这么多天也没有发生太多的意外事故 但是笔记本电脑是越使用越慢 慢到我会考虑 每隔两年总得换来新的 因为电脑速度确实越来越慢 但是要比PC呢表现好太多 另外呢在平时娱乐呀 看看视频呀等等 我会选用iPad Pro 然后这 嗯 也是非常好用的产品 很早之前呢吐槽过 它的第一代的Smart Keyboard 确实很难用 火速强调以下 第一呢它这个有点放不平 第二呢我在使用中 我发现其实它是有点难度的 比如说每次合上的时候 我会觉得 应该怎么合 然后大概这样子 然后呢第三呢 它背部呢是完全保护不了的 我经常呢会把这个 这样放 但这样放的话 其实可以看到 这iPad Pro的这个摄像头呢 真的是 设计 我也不知道它为什么要这么做 就是因为这个摄像头 我没有办法这样放 我只能这样放 但是这样放 我发现一个小的缺点就是 它根本就放不平 也就是设计 根本不是这么设计的 假如说我们把它放一个平面 这样一弄 这这这这这不合理 对不对 然后后来的第二代 Smart Keyboard 确实改进了不少 确实很厉害 所以苹果在某些方面呢 是一直在进步的 当然也有它非常可恶的地方 接下来跟大家说的就是 我从电子出来之后 非常心痛 因为电源跟我说 OK 事情是这个样子 其实在买了iPhone10之后呢 我觉得这款手机真的非常好用 所以我为了保补它 平时我很少用壳子 但为了保护它呢 我买了手机壳 买了一个这样的手机壳 这个壳子已经发黄了 现在哈 但是呢 依旧使用起来 大家可以看到 这手机已经用很久 但是表面上没有任何硬伤 没有摔碎 屏幕还完好 我曾经只摔碎过一次手机 是因为当时 用iPhone7 Plus的时候呢 这跟小朋友玩 跟小朋友玩 我跑步跳起来的时候 然后手机从兜里飞出来 飞得老高 然后坠到地上的时候 地上是那种实力的路 所以摔烂了 后来苹果呢 非常好 给我几乎是免费 换了一台 但接下来呢 就要说一说 苹果在这方面做的一直很不到位 让我非常非常崩溃 就是我在后期买了苹果的电池手机壳 叫Smart Battery Case 我很后悔啊 特别特别的后悔 怎么低呢 这个壳子价值 我在网上买11美金 而这个壳子在网上买 价值超过130美金 几乎是10倍的价格 它给我提供的是什么呢 OK 除了厚重以外 多了一块电池的功能 我原本想的是它可以保护我的手机 但是我错了 用了很久的iPhone时 我平时也会摔 也会摔 但是没有摔出什么模样 因为带了这样的一个很便宜的壳子 然后回归到这款手机壳 它是有设计缺陷的 外观很丑不说了 重量很沉 很正常 电池嘛 但是能不能做到保护手机的作用 实践证明是不可以的 因为它这个位置 是这个样子 这什么意思呢 这什么意思呢 在所有的边 所有的边都非常非常硬朗的情况下 唯独这里是软的 OK 唯独这里是软的 这是一个很恐怖的事件 这里是软的话 会说明什么问题呢 有一天 我在上厕所的时候 就那个高度 带着苹果的手机壳 从那个高度 丢吧 或者说丢吧 可能都不到半米的高度摔下去 带着这么一个好的壳子 我的手机 No 后来我跟苹果理论 我跟他说 我手机呢 用了很久都没有坏过 但是我自从带了你的壳子之后呢 连上厕所 不到半米的地方 掉下去都刷烂了 那我觉得 是不是应该有个说法 苹果跟我说 对不起 我们这个壳子呢 就算搭上壳子 我们不能保证你手机摔不坏 所以搭上壳子之后 手机摔坏也不在我们的保全范围内 但是问题来了 它不是普通壳子 而是你这个壳子 而引发这样的事情呢 我觉得 百分之七八十的责任 在于你的手机壳 怎么说呢 同样的壳子 这个很轻 虽然说没有电池功能 还很便宜 但是它起到了保护手机作用 我真的戴这个壳子 摔了无数次 一点伤害没有 那么唯独你这个 摔了一次就坏了 后来我想到的原因 因为你的壳子其实蛮重的 当你搭上手机壳之后 OK 是可以起到一点充电作用 但是整体手机重量是相当重 所以当它摔下去 那一瞬间 那个冲击力就很大了 而你手机壳子 也没有在上面标识说 有可能戴上之后会摔坏手机 你这儿是软的呀 这个地方很软 根本这个地方就保护不到手机了 而我恰恰摔到那个地方 所以在这边跟大家提个醒 就是用苹果这个手机壳的话 你要小心 而且我会觉得苹果的最近的服务做的有点不记音如意 因为它手机设计确实被MainMam太容易摔坏了 所以在未来我不知道 因为我一直在使用苹果的产品 我不得 不得更换 因为生态链在这边 所以我还是很希望苹果做的越来越好 尤其遇到这样的事情 因为你的手机壳自身的缺陷 导致用户手机摔坏 我觉得应该是有一个小小的说法的 但是今天我在店里跟他们聊了之后 OK Manager就是经理的出来说 当面说不行 他的店员都希望帮我一把 觉得你们其实还是可以考虑考虑 如果说以后真的用户因为买了你的电池壳 这么丑 OK 仅仅帮助他续航满了一天 如果因为你的壳子摔坏的话 我觉得替我们用户想一想 我真的很心痛 因为当时我摔坏了之后一瞬间 我觉得我很后悔买这个东西 而且它的价格并不便宜 130美金 这是很贵的很贵很贵的壳子 所以这是我今天要跟苹果说的话 以后这样的东西 还是可以改进的 要尽快改进 不要再出现这样的事情 OK 没了道理 好了 今天就说这么多 苹果 希望你越来越好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